衣服不都是穿之前运的吗 难不成是刚晒干的衣服就运好 再叠起来 就算有这个道理 你的挂上机放哪呢 听懂掌声 大家好 我又来吐槽了 今天我们来评鉴一下阳台的装修视频 阳台看似简单 其实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首先拆除地面磁砖 暗藏水管 红砖起立台 泪填桃力 表面铺贴磁砖 定制洗衣机柜 并排安装洗衣机 烘干机 洗完衣服直接穿 不是 这么大个窗户就直接挡死了 是吧 谁教你这么设计的 上方做抽屉 一半收了洗衣用品 一半做挂衣架 整理更方便 下方做折叠式运衣板 可以运烫整理衣物 收起来也不占地方 我想问一个问题 挂衣架是用来整理衣服的吗 不是用来晾晒的吗 难不成裤子挂上去之后 还能收纳进去 还有这个折叠运衣板也很鸡累 首先这么一个小缝 是不可能塞下折叠板 再加一个滑轨的 其次阳台放这个东西也不合理 衣服不都是穿之前运的吗 难不成是刚晒干的衣服就运好 再叠起来 就算有这个道理 你的挂上机放哪呢 听懂掌声 咱们继续 侧边编制高贵包水管 洗衣用品都收下 你坐这么长一个柜子 还要装柜门 我不知道你怎么打开 蹲下去扣出来吗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 骗你多加钱装柜子罢了 二不在阳台晾衣服 反晾一下横向装 少晾衣服遮地晾 装满 是很晒吗 顶部再装引擎 晾一下 放下来晾晒衣服 收紧 玩我是吧 前脚刚说不在阳台晒衣服 结果到处晒衣服 前面刚做一个窗帘 把它隐藏起来了 结果外面又开始挂衣服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三阳台不装特辣门 不要门槛石和小瓷砖 瓷砖通布置阳台 效果更大气 这种设计呢 已经烂大街了 每个设计号都这么说 真的是一点心意都没有 继续 四不装普通特辣窗 改成这种提拉窗 通风采光到极致 内部安装折叠护栏 晾衣下背都OK 又一个晾衣的地方 装这种护栏 真的还不如花几十块钱 买一个晒衣神器呢 咱们再说这个提拉窗 是有一定的优点 但是啊 缺点更多 某些厂家做的提拉窗呢 经常会出现那种 要么就是提不动啦 要么就是密封性差 这种问题啊 反正我个人是不推荐 五 墙面安装小书柜 书籍摆件全部放得下 侧边记得留二十公分 窗面安装更好看 下方定制沙发床 拉出来是民室卧室 收起来是修行小沙发 六 门套旁边定制一组书柜 多少书籍都不怕 侧边再定制小吧台 上方和酒水柜 可以收纳酒水产业 在这里才品财有种小村人生 完美 这个阳台啊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什么定制家具啊 变形家具啊 真是一应俱全 堪称时尚最贵阳台 这个就是那种经典的过渡设计 发布的什么都做进去 大家看看就好 自己装修的话 还是要注意性价比 按照惯例呢 吐槽完不好的 我就要带你们看好的了 接下来我要去到我们的邻居家 来看看他家的阳台 到底好不好看 我们走 因为他们家阳台比较狭长 所以一半用来做休闲区 一半用来做洗衣区 休闲区这一块呢 主要是以啊 喝喝茶 送种花 他家的墙上呢 都做了软包 顶上也做了吊顶 这样一来呢 就会显得温馨一点 但是如果你想省钱呢 建议还是维持原样 然后他这里有个东西啊 我非常推荐 就是这个可拆卸的简易地板 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看 拆装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便宜 关键是 非常好搭理 不要在上面 水冲一下啊 就非常干净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家的洗衣区 然后首先呢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洗手台 下面一个柜子 上面呢 两个放工具的柜子 然后呢 一台洗衣机 然后上面这块空间呢 可以用来放一些植物啊 然后一些收纳之类的 我觉得阳台呢 就这样简单的布置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去搞那些花里无哨的东西 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个好东西啊 就是这个 隐藏的一个晾衣架 像这种隐藏式的晾衣架呢 平时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也是比较美观 完全看不出来 不会影响阳台的这个整体性 阳台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 承接着室内和室外 可以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新家的阳台设计呢 我们往往有着非常美好的畅想 比如说做小花园 又或者说是休闲区 书房等等 所以我们在装修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规划 好了 今天的品件就到这里 我是房子亮 拜拜